美国的航母现在的动态 其实重点是放在中东 美国的双航母 现在都驻扎在中东这边 林肯号是在几个月前 就到阿拉伯湾这边来 作证来备手了 那另外呢 在以离战的这个冲突 不断的升温之后 外界很担心 中东的这个战争局势 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 所以呢 美军就进一步的 加派杜鲁门号 到中东这边来作证 另外也有出动的是 两艘的海军的这个驱逐舰 还有一艘巡洋舰 都是到中东 好美军现在部署航母 林肯号坐证到中东这边 但现在传出说 林肯号可能燃料 即将用尽这样子的窘境 这是因为美国的海军 补给舰大脚号 在中东国家阿曼外海搁浅 导致船舱里头内部进水 没有办法为林肯号 补给燃料 而现在美国的海军 紧急要寻找另外一艘 商用邮轮来替代 大脚号就是美国的海军 在中东地区的一个油料补给舰 那美军现在解决的方式 是要另外找另外的一艘 商用邮轮来替代 帮林肯号打击群 要提供燃料 但是其实商用邮轮改造 是有挑战的 因为要让它能够承受 海军补给任务的特殊压力 还有一些运营的需求 都是有难度的 所以现在比较尴尬的状况 就是林肯号 尽管是在中东这边来作证 但是它有可能会面临到的是 断油的窘境 美军出动了双航母 现在部署在中东 主要就是因为 现在中东局势持续的升温 以色列好里巴 在这两天持续在边境交火 而以色列北部 有一条高速公路 就有行津的车辆 差点被掉落的火箭给击中 这个行车记录器 就拍下了当时的这个状况 车主不断听到 远方传来的爆炸声响 立刻就减速靠边停 但是有另外一辆的车子 还是持续的高速往前驶 下一秒前方就有炮弹坠落 炸出巨大的白岩 而同时间以色列的空军 也持续对黎巴嫩的南部 发动北方支箭空袭行动 并且还加派了地面部队 而在以哈冲突爆发 将近一年之际 现在以色列把战争的焦点 转往到北方的以立边界 但是以色列现在外界分析 有七条战线是同时开打 专家就评估 这可能是中东灾难 全面性的开示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全球现场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判光清爽高防晒凝露